嗡啊哄 这三个字各位还是要背 嗡啊哄 这个嗡啊哄代表 每一个佛的身口意所做的善业 加持我们 也代表什么呢 所有众生的身口意的痛苦 不好的得到净化 嗡啊哄 所以也代表把自己的身口意所做的善事 布施给对方嗡啊哄 就像你口袋有五千块 嗡啊哄 而且这嗡啊哄三字 莲花生大师特别说 让这个人不会下地狱 做恶鬼做动物 让这个人内心的贪嗔痴 身口意的业障 痛痛消除 叫嗡啊哄 而且念这三个字 当你布施一块面包给他的时候 这个面包变成很清净 无量无边 所有众生都吃到好的面包 而且这个面包变成一种甘露 他就不生病了 他就超度了 叫哄 所以这嗡啊哄 如果狭义来说 就代表 毕如真那佛的加持 阿弥陀佛的加持 不动佛的加持 叫嗡啊哄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是佛教的精髓 叫三字 总此一切 不嫌妄如来的加持 但是如果你了解越多 当你在念的时候 就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在各地方 成立佛教 部落密免费书局 我就用这三个字 嗡啊哄书局 他们都问我为什么 我说那三个字贴在那边 晚上点个灯 白天人家看过就 不得了啦 因为这个叫来 见即解脱 嗡啊哄 好了 谢谢大家